他为了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 从一个问题少年 越变成台湾的当红歌手 唱歌我觉得很轻松啊 而且又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他在2011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 尽情献歌 平常还喜欢学唱大陆歌手的歌曲 自称宅男 从小内向寡言 被人称为省化一哥 可能那时候不太会讲 台湾新生代歌手肖敬腾 心若倦凉 泪又干凉 这份深情难受难了 曾经拥有天荒地老 一不见你 沐沐欲潮 沐沐欲潮 沐沐佛 我不知道 回忆过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还来 拨夺我心跳 爱你怎么能了 今夜对你应该明了 越能了 今夜对你应该明了 这位嘉宾不用我过多的做介绍了吧 来让我们一起高喊出他的名字 欢迎